这就是最最美好的夏天 揭露着最最美好的一切 微风它轻轻抚摸 我的脸你突然悄悄出现 嗨,大家好,2023年的暑假 我与女儿决定前往一个美丽的都市 这个都市里有我们的家人住在这里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次到访 只是这次我们以参访旅游为主 看轻就放在最后了 这是2020年后我们第一次到桃园机场搭机 当车子停在第二行下前面的时候 心里竟然有一点点的激动 我在心里呐喊着 桃机,我们终于回来了 熟悉的感觉又再度浮上心头 我们很认真的在机场走走看看 等着领机票挂行李之后 出关之后的免税商店在努力的振兴经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我们决定来去春水堂喝一杯珍奶 店员告诉我们打烊了 瞬间 我们想消费的心就小小的失落了一下 于是 赶快去免税店花点钱抚慰失落的心 再慢慢散步前往登机处 欣赏机场的暮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由于搭乘的是晚上7点多的航班 可能因为当天的天候不佳 飞机延迟抵达 因此航班起飞的时间整整延迟了50分钟 虽然搬机延迟了 但却得以看到了机场美丽的彩霞 其实只要安全 搬机的延迟与否 我们并不是那么在意 准备出发的心情是雀跃不已的 又怎会因为延迟的搬机而恼火呢 上了飞机 久违的飞机餐食 真的很美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不觉就抵达目的地重庆市的江北机场 时间已经晚上11点多了 机场外却仍像个不夜城 大排长龙的继承车 形成一幅很特别的景象 抵达重庆的第一眼印象 是如此的闪亮耀眼 早已耳闻重庆是个魔幻八滴的城市 我猜想 这趟旅行肯定会是精彩独目 大家就跟着我一起来去重庆走走吧 因为影片素材有点多 整理需要花点时间 敬请大家耐心等待哦 夏日炎炎 假期已至 我可能会在旅行路上会遇见难耐的酷暑 或是多变的天气 但希望能遇见更多的美好及喜欢旅行的你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 希望您能订阅 按赞 分享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分享影片的动力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与福利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嗨 大家好 一早醒来 发现窗外的轨道交通运行中 于是我也不在乎窗外的风景美不美 用手机拍摄了缩时摄影 记录我们在重庆的第一个清晨时光 也不能说是归属于哪一个城市或者哪一个省份 所以我们叫做中国三峡 它是固有名字 可以拆分的 那这个博物馆呢 它的位置在重庆 而且呢 它又是以前的西南博物院 后来转型而来的重庆博物馆 在三峡大坝修建以后呢 跟三峡博物馆合并共建 两管合二为一 所以我们叫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抵达重庆的第一天的行程 我们将前往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是国家文物局指定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既然是一级的博物馆 知识量肯定非常的巨大 因此 建议喜欢知识的旅人们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景点 而且 停留的时间真的不要太短 走马看花是会让珍贵的知识服役停留在脑海里的 像我现在就是拼了老命在回忆 还是卡在 记忆体不足的当机状态 因此 今天的影片 要请大家多多见谅了 这一天的天空是下着小雨的 其实对于夏天天气以火炉 著称的重庆来说 这小雨真的来得很是时候 它让天气不是那么的聚热难耐 挺好的安排 只是车窗外的风景 就显得不那么好拍好看了 也许就如人生一样 很多事 都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概念 总之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又名重庆博物馆 前身为西南博物院 为承担三峡文物保护工程的 大量珍贵文物抢救展示和研究工作 重组为如今之规模 在继承西南博物院 重庆市博物馆丰厚基础上 成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在西南博物院基础上发展 现拥有馆藏文物十多万件 逐步形成了一股人类标本 三峡文物 巴蜀青铜器 看待文物 西南民族文物 射箭文物 送人民亲书画 古琴古墨 本为特色的藏品 是了解四川巴蜀历史文化的闭访景点 因为于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的正对面 因此在十阶而上的同时 也会很习惯的望向对面的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是一座仿古民族建筑群 是重庆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礼堂采用了明清两代的建筑特色 在外观上仿造北京天坛奇年店 用传统的中轴线来对称 如今大礼堂是剧院和会议中心 是重庆人代党代会召开的地方 博物馆主展区有四个 反映三峡历史文化精神的壮丽三峡厅 反映地方历史源流的远古巴渔厅 反映重庆城市变迁的城市之路厅 反映重庆抗战文化的抗战岁月厅 另外还有其他几个专题陈列区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三峡大巴密切相关 由于长江三峡的淹没范围大 许多地方将永远沉没于几公尺的水下 为了尽量挽救文化方面的损失 在三峡淹没前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便是这些文物的主要储藏处 依着参观路线 第一间展厅是反映三峡历史文化精神的壮丽三峡厅 让旅人们从认识长江三峡的峡谷开始 接着是长江三峡流域的自然生态 无论是水中鱼类或两岸路上动物都有标本展出 接着从渡江所用的船只将三峡厅展览方向转到人文部分 千夫是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名词 是指那些专以欠神帮人拉船为生的人 古时,船运是一种地不可少的运输方式 若遇到搁浅易或险滩饿水 就必须靠多人合力拉船 千夫便由此产生 当时的煤、木材、农副产品和日用品全靠船只运进运出 千夫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接着是水文提克的文化遗产 有着面强的长江三峡山崖石壁上的提字 即著名的白鹤梁 让我们可以在博物馆内一堵水下碑林的风采 白鹤梁位于重庆市福林区长江南岸江中的一座天然石梁 长1600米,宽15米,在梁上有100多幅提克 记录了1200多年来72个枯水年份的长江水位资料 这些提克在长江掌水时被江水淹没 枯水时显出水面 因此也被看作一座古代水文站 有许多历代文人 黄亭坚、朱熙、王世珍等人 在此提克,留下的三万多字针基 因而被誉为水下碑林 因修建三峡工程 三峡库去蓄水达到175米高城时 白鹤梁提克被全部淹没于水下30多米 不能露出水面 目前在原址修建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利用工程压力原理 修建一个内外都有水的无压力保护壳体 游客可以从岸经过水下通道进入博物馆 观赏白鹤梁提克 千年水文站得以重建天日 此外,在长江三峡也有很多知名的历史名人故事 像是明代女将秦良玉 他是重庆中县人 还有以巴蜀之地为国土的三国时期的蜀汉 留有很多三国遗迹与故事 现场导游讲了很多的故事 但因为我的脑容量、记忆体真的有限 畸形老旧又无法扩充 只好待下一次就地重游在古上不足之处 最后博物馆也介绍了两江交汇处重庆市的历史 从古至今地发展出来的城市样貌 以及马托文化造就的山城特色及饮食文化 总之,这趟旅行真的不只是看山看水看风景 还能增长非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在三峡展间导览介绍结束之后 在三峡展间导览介绍结束之后 立马被吸引过去 过去不能外出旅游的日子 我都是用影片来环游神州大陆 每到一个地方 我就会用Google Maps去认识这地方的地理位置 久而久之 认识了很多美丽的地方 像是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丁青县境内的蜘蛛山上 有一座本叫《寺院蜘蛛寺》 那里的绝美风景 早已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 虽然我还不曾真正进入藏区旅游 但在自媒体的时代 可以时时刻刻都在学习 时时刻刻都在旅游 生活变得有趣很多 最后问候各位旅友们 扎西德勒 扎西德勒是西藏文化圈常用的问候语 扎西意思是好运 德勒意思是喜悦与幸福 可以有祝你好运或愿所有吉祥的征兆到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离开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我们不省至马路搭车 沿途的街景风光我都不想错过 因为这是最接地气的景色 夏日炎炎 假期已至 我可能会在旅行路上遇见难耐的酷暑或是多变的天气 但希望能遇见更多的美好及喜欢旅行的你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 希望您能订阅按赞分享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分享影片的动力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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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重庆市 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 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 重庆是中国著名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是包属文化的发祥地 英家邻江古称鱼水 所以重庆简称巴鱼 北宋重宁元年 1102年 改于周围公州 南宋纯夕16年 1189年 真月 孝宗之子赵敦仙丰公王 二月及地位为光宗皇帝 称为双重喜庆 岁申公周围重庆府 重庆由此而得名 重庆是山城 也是江城 是雾都 也是桥都 市区有两江环道 新如半岛 整个市日内更是江河中横 因此重庆有许多地名与山水有关 因山不同而形成洞坪法等 因水不同而形成浩佛灿等 都是因山水作用而产生的地名 重庆的浮原有8.24万平方公里 人口大约3400多万人 是世界上市域人口最多的城市 境内有75%的山地 16%的丘陵 有乌山、金佛山、武林山等风景名盛 亦有铜锣山、明月山、静云山、中梁山等平行里 是世界三大折皱山系中唯一的超大城市 还有大祖史客 白鹤梁和钓鱼城三大世界文化遗产 重庆的水一干长江、两谷嘉陵江、乌江、霞泉相生 成就重庆成为世界温泉之都 境内就有154处温泉 就是因为有山有水 重庆才会如此的多元引人入圣 接下来的行程是可以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 认识重庆这个都市的地方 它就是位于重庆市南兵路的重庆城市规划展览馆 根据旅游资讯网站的介绍 重庆市规划展览馆位于南岸区 淡子石广场南侧 于长江与嘉陵江交会处 长家会广场 与朝天门码头重庆大剧院隔江相望 位置极佳 是展示宣传重庆的重要窗口之一 也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 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展览馆整体建筑乃利用既有车库更新改造 总体呈现其字意象 寓意其风景 其真诚等奋起之意 室内氛围续听自然山水 历史文化名称 总体规划 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 内落开放高地 山清水盛美丽之地 八个主题展区 通过平面展板 多媒体屏幕 互动平台 大小模型 复原场景等多种展成形式 突出主成都市区沙盘 重庆历史沉浸式空间 老重庆复原中庭 飞跃重庆飞行影院 AI人工智能展示等重要展象 深度展示重庆的山川合跃 风土人情 发展成就 因为高科技展览设备非常的齐全 因此来这里可以用非常轻松的心情参观 就可以认识这个美丽的山城重庆 除此之外 在户外的广场可以眺望对岸的朝天门 及重庆来服饰广场 以及不用空拍机也可以目视像 及了鸳鸯火锅的两江交会处 是一个知性与感性兼具的景点 我非常推荐旅人们在重庆旅游时 一定要来这个地方 除了也可以长知识拍美照之外 最重要的可以见识到 资讯科技在展览馆的应用 这些都是资讯专业人员的智慧结晶 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带游戏 collect which is like it's like it's also wonderful 其一摸 班舖 连览期间 终于我们的日子第四次来 并的火力 便速称区 下来四处 只能快 provides 滞滞 要是高速的,正常 ranking such as action. 要是高速的,用的力量去做更多, 喬布和牙刀的香港。 川普暑的功能, 最大敲散地獄一次效果, 可能成功在第一次上海了行為中央, 居然啊! 今次春夏 世界史丹西河 到医院物文行 顶世外 结果绪航出现 西方简安火 与春夏 诺特神 环境温火 敬虑和西南二主和众心合力 终于借过心情 健全安法 出生旅春新发现,进行中区的最后,在世界最初,写下城市震惊的鸝鸝鸝鸝,在发射风险区,成为无动的名赛在鸝鸝鸝的号角,好话千里为西部的岸。 节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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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 中文字 至于 在根据 後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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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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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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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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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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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名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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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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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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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